提醒您注意了 如果巴 你这样按电铃 这个骚扰邻居长达四分钟 有人被罚钱了 罚六千元 这新北市呢 这位女生 她原本欠了包括整个大楼的管理费欠缴 后来人家去催收 但是那个人就是按了这么长的时间 结果判罚 要找人狂按电铃 小心因此持上官司 新北市深刻一名菜型男子 以没用地下室为由 拒付大楼管理费 去年八月大楼主委上门讨债 却反备提高 当时女子为了要和二楼住户 追讨管理费 来到对方门前 连续按了四分钟的电铃 一直到男子上完厕所出来 记得报警提高 原来当时蔡新男子在上厕所 有大喊硬门 但主委没听到 才会连按四分钟电铃 一二省法官都认为主委 已经构成妨害住户安宁 判他罚还六千元地铃 照这样子的话 住户不能 你按电铃不能按 或是说将来就是大家 在按电铃都开始要读明 这个其实这判例是有下策的 不是只有主委 是大家都不想都怕人 就大家都都变成推给他做 让他搞黑 邻居跳出来抱不平 因为男子早就是大楼问题人物 搬出一大堆借口拒付管理费 到现在已经接欠二十一个月 总计一万两千六百元 现在虽然男子有按时缴交 但接欠的部分 大楼管委会不排除 提出告诉 中文新闻阿公亚麦尤文奇 金美区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